我都32歲了 竟然又被炒魷魚 還是回到最愛的網咖最好 你說那個工作 就上個月派遣公司把我從台南 叫到基隆的貨運公司上班 蔡信主管不讓我請假 我就跟他吵起來 他害我丟工作還得賠錢 我只好欺他的車洩憤 再寫email寄到公司害他 我是帶朋友啦 現在需要一千萬來找到錢 如果不給我 我把炸單放在公司 到時大家一起死 我家對面就是派出所 哪知道是基隆警察跑來抓我 我只是想出發心情 結果不小心按錯鍵才寄出去 警察還是用恐嚇跟偽造文書罪把我喊送 想想真是悔不當初啊 再寫我們